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花莲新政府农业处举办 5月份有机农业讲座课程 有机农业六级产业 28号的下午是在县府大礼堂进行 特别邀请到中原大学课做教授苏景火担任讲师 传授有机农业如何跨领域整合其他产业 用案例来做分享 期盼在后疫情时代 花莲有机农业大县里能够促进农村发展 以及农村活化再生 并且提升有机农产品的品牌与形象 增加农村的收入 花莲省府5月份有机农业讲座课程 有机农业六级产业28日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邀请中原大学课做教授苏景火担任讲师 从六级产业体验经济 有机农业的新南海 以及台湾有机农业与跨领域产业 结合会碰出什么火花为主讲内容 在后疫情时代的有机农业大县花莲里 传授有机农业如何跨领域整合其他产业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的关系 东海岸以及东台湾就备受大家的重视 而让西部很多很多的乡亲都能够 也都想到花莲以及台东来玩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发展的方向 其实对花莲以及对东台湾都是一个契机 而现在在后疫情时代 在国境还没有解封之时 所以现在国人大概的人流都会在岛内的移动 我相信对于文化农业 以及园民的深度互落文化 以及我们的农村体验之旅 我相信会越加越加的深入 特别刚才开讲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 在后疫情时代的时候 其实对于像我们花莲县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等一下我会拿几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 那透过这些案例 我代理上没有给答案 但是案例背后隐含着 有很深很深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我到底你能从那个案例里面找到一些答案吗 讲师书经火也带来许多案例分享 包含国内国外知名企业 引领学员在其中做思考 而这次讲座有近40位学员报名 其中还有军达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尹纯丑也来听课 最后为以答时间 更推荐讲师书经火的相关书籍著作 随后华联县府秘书长颜新章 也代表华联县长致政感谢壮 为华联相亲带来精彩的课程内容 记得蒋帮宴华联师报导 为华联系真相远